大家好 今天想介紹下枯菜去濕青葉飲料 材料當然要有水 之後就要加一些桑葉 之前也有說過夏天需要去濕 為什麼要去濕呢 因為我們體內的濕氣排不出體外 就容易有濕毒 那這些桑葉有什麼用呢 桑葉即是桑樹的葉 它是微苦性寒 有疏風散葉去濕和清光明目 大多數會跟菊花同時入藥 而下桑菊我們平常喝的下桑菊 就是這一種的桑物 之後我們就會熱入這個腹菱 腹菱其實只是我們平常在松樹根下面的菌菇 多孔菌 是一些菌菇的真孔菌 其實腹菱有分為白腹菱 腹臣和腹臣皮和尺腹菱 這個腹菱就是它的樹皮切出來的位置 而腹菱也有健皮利濕的功效 然後我們就加入下枯草 這個藥材我想大家都集以為常常喝的 下枯菱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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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菱 再加半个螺旱果 螺旱果的作用是加甜味 螺旱果也有很多功能 降血糖、肺化痰 这是传统的螺旱果 原来还有一个叫金螺旱果 这个螺旱果在中药店买 我认为3-4元 最后加入菊花 菊花有疏散风热、清热解毒、清光明目 菊花有很多类型 这是最普通的菊花 我说最普通的菊花是因为我们经常看到的 其实这种菊花叫除菊 优优独立的菊花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用文火煮大约1小时或30分钟就可以了 音乐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那便完成啦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